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菩提甘怒一 有个老出家众下无族行菩萨情谊 生病时当如何思维 这意思是说如何把病用在修行上 于是无族行菩萨建议 自己和他人的这区患化身 生病真好 因为借此 无始以来所累积的恶业可以净除 怎么做呢 用慈心 悲心 利他的菩提心来经历这场病 思维 不要为了饶意一切无数的友情 经历这场病 很多人说 我天天在念经 天天按时做功课 这叫做修行 当然 这样固然很好 但是真正的修行不是这个 改变自己的思想 改变自己的认识 改变自己的态度 这是最大的修行 法王开示说 增上意乐就是长意念众生 一心一意要让友情离苦得乐 而且这个众生是包括伤害你的人 刚普巴大师说 一个行持菩萨称 受持菩提心界的人 即使有人伤害你的生命 你都不应该称恨报复 而因忍辱 生命交关的事尚且如此 何况平常的小事 愿一切苦海里的众生 速速解脱 愿一切黑暗里的众生 速速醒悟 愿一切痛苦的众生 速获解脱道 愿一切迷茫的众生 速入佛门 慈爱立他心是佛法的精药 也是在世间众多 具极大价值的事物中 最为殊胜的 在佛教三藏四聚的海洋中 片满了慈爱立他心之妙宝 故所有世人因勤奋希求 世界上有种种思想 持不同观点 但有个根本的问题 也是对所有世间人来说 最为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 人人因以慈悲心 利他心 关爱心 来解决和帮助他人的困难和痛苦 并且时时减少自私自利的心形 如此才能自他安乐 国家和民族间也能和谐相处 世界人人都能共享和平之乐 行菩萨道者 永远不会舍弃任何众生 无论有多么难调的众生 也以慈悲与利他心 去除种种恶行 恶行 而引入解脱之道 如此不舍一切众生的殊胜无上心形 世上唯有大串行者能持 心执着于自我 贪圆一切 这就是导致轮回的因 因此 供养涅槃中的圣者 并不施轮回中的众生 给予他们一切 身体 财产 美德 并将功德回向一切众生 将执着远远地抛弃 持送六字大明咒 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一切众生的发心是无上的思想 伟大的愿望 但据此殊胜之心还不够 要非常主动 勤奋地去行持 而不是等着机会到来 或想 等我有钱了再做 利他不一定是钱的问题 以慈悲心所做的任何行为 哪怕通过表情 动作 语言的鼓励 和发自内心的关怀 都可以利益众生 这一切都有不可思议的意义 佛陀认为赠送智慧和赠送慈悲 远远超过赠送金钱 因为赠送慈悲和智慧 等于是在赠送解脱 所以佛陀会竭力称赞法布时 法王如意宝原集前叮嘱弟子 永远不要打扰其他众生的心 佛菩萨的智慧和慈悲 无法度量 在过程中 你也无法知道 上师伸出的手 要将你带到什么方向 所以只需时刻解释 照看好自己的心 并念六志尊言回向 为什么要修持禁语 罪是罪恶之门 奇语 谎言 恶口 两舌 都会导致无尽的干扰 和内在的不平 凌牙利齿 滔滔变财 只会使我们浪费时间 引起麻烦 用一个月时间持咒 并且禁语 比花上一整年时间持咒 但人参杂日常谈话 更有助力 所谓的师臣 是指弟子 跟随一位上师洗法 而将所学到的法门 方法 真正应用到生活上时 当发现生活上的烦恼减少了 而个人的菩提心 慈悲心增长了 这表示法 在弟子身上的确发生了效用 以及弟子获得了加持 这就代表这位上师 是具有清净传承的 加持 是指我们透过 跟随一位非常慈悲 有智慧 且见解与修持 捐非常圆满的人之指导 将自己的烦恼减少 同时增长了个人之善心 而撤恨心 嫉妒心 越来越少时 即代表我们得到了加持 最好的加持 其实是指真正能够 医治正确方法修行 彻底地将自己的烦恼 与痛苦消除 而得到了究竟的快乐 这才是最殊胜的加持 凡夫用五官外求诸法 然而佛法所教导我们的是 愿用我们的五感官之门 向内观察 不加外求 因为一切功德 均由内心而生 而一切烦恼 皆由外来 所以 善观自心 自尽其意 实施诸佛言教 我愿用我们的一切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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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手印的究竟意义 是一切都是完美的 每一位众生都是完美的 每个情境 每个意愿 也都是完美的 一切真的都是正向的 此极究竟意 完美极究竟 自由极究竟 解脱极究竟 因此究竟的真理 是超越任何限制的 任一个所显的像 不管看起来是好是坏 不偏不倚 都正是此意究竟真理 无限的划线 愿我云珠 以忌妒 非离诽谤本人者 亏损失败 自取受 利益顺利奉献他 我们没有任何错误 至少没有故意伤害 任何人的情况下 倘若他人没有理由 纯粹是以忌妒 不信诽谤我们的话 若不是修行的人 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 去对付这个人 但大乘佛法要求 绝不能与众生争论 计较 要甘心做失败者 将利益奉献他人 了解别人的痛苦 体会别人的痛苦 在佛教里是很重要的 只知道还不够 应该进而去尊重别人的痛苦 如果你真正具有这样的心 就可以算是真正的慈悲了 这种慈悲与智慧是没有分别的 这也就是菩提心的真意 知道别人的痛苦 同时也尊重别人的痛苦 把一切的利益和好处给别人 把一切的损失和失败 由你自己承担 你知道这两行字的教法 有多重要吗 不管你喜不喜欢它 如果你确实希望成佛 你都得修习这个教法 你有多少执着就有多少痛苦 要摆脱痛苦 你必须从所有的执着里处理 当你生气的时候 你应该看一下自己的心 为什么会生气 是否因为出现了与你期待正相反的东西 你的期待就是你所执着的东西 什么让你成为佛教徒呢 你也许不是生长在一个佛教的国度 或出生在一个佛教家庭 你也许不穿身袍或体光头 你也许吃肉 而且崇拜饶舌歌手 或性感眉毛 这不表示你不能是佛教徒 要成为一位佛教徒 你必须接受一切和何现象都是无常 一切情绪都是痛苦 一切事物无自信 以及证悟是超越概念的 每一位众生都具有佛性 就如同每一粒芝麻都具有油一样 简单地说 不知就是不认识佛性 像一个穷人 不知道自己毛巫下 尝着一壶黄金一样 所以说 走向正物的旅程 就是重现这被遗忘的本性 就像波云见日 当遮蔽太阳的云朵被吹走之后 重新见到 本来这一直灿烂的太阳一样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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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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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